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李逆 是一个有志青年 是一个特别有抱负的人 有有有谋 到底吗 杨老师 精彩 大家好 我是田田 我在乐游园里面扮演了角色叫做崔林 有点厉害还有点 有点有点聪明 对 又撒又聪明 是吧 对对对 就是平时我们看的这种武装剧中 很多都是男强女弱或者是说是女强男弱这种 但是我们这个是双场的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 在剧中你们俩谁会听谁的呢 我觉得是不分伙众的 就是大家就是 就是李逆跟特里他们是相互扶持啊 想爱相杀啊 就是大家谁也不懂谁 就是前期的一个状态是 慢慢慢慢移路就是他出国画 精彩 我很赞同他说的就是我想说的 嗯到目前为止啊 那个印象比较深刻的 是那场戏拍到目前为止 在不剧透的情况下 不剧透那就吻气了 开的这个很厉害 开的这个很厉害 不去透露情况下 说的哈哈哈 说的 直接就知道 直到慌了 哈哈 没事 直接说到了重点 还有还有 什么 再一个问题 啊到底啊 你都说了最厉害的了 我们都不知道说什么 那说一个吧 吻戏都说了啊 印象最深刻的 他哭啊 他哭啊 所以他 所以他刚说的就是很甜的 本性就肯定代表是大家情绪很好 才会结婚很甜 然后我就说很虐的 就是他 他哭的时候 我就听他哭我就哭了 是这样 对就特别的 这个 难过 很有感染力 嗯 才哥的表演特别有感染力 哎 天姐 不是真的 是的呀 我换个问题好不好 我换一个问题 你有什么 这这部 这部剧是你们二位第一次合作吧 很显然 很显然 对对 对对 那那个 从认识到现在 那个 你眼中的凯凯出印象 和现在 你心目中的凯凯有什么不一样吗 就是你 认识她之前 跟到现在为止 有没有什么 变化 嗯 认识她之前 看过她 认识她之前 看过凯哥很多剧 觉得 嗯 她的表演真的是 真的非常好 而且 又帅 然后 嗯 认识之后 我们合作起来的 印象 我觉得她 在表演上面 是一个 天才型选手 因为我觉得你不是 就不是那个 不能 像 比如说像我 那个 表演 我觉得她特别有天处 然后又很 了解 敬意 特别特别敬意 嗯 嗯 那我说了 这不是一个商业互捧的环节吧 而我说的是 我这个人就是很实在的 我一般 不瞎说的 说都是真心话 对 我 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 天姐的时候 是在一个活动上 对吧 然后那一次一面选举的话 天姐真美 真好 然后呢 合作上之后呢 就觉得 嗯 天姐她其实就是 对工作特别认真 对戏也特别认真 就是我们每一次都很认真的 在拍之前 去揣摩这场戏啊 大家会很认真去沟通去聊 然后 天姐是很敬业很专业的 就一道就来现场 那一叫就来现场 那一叫就来现场 大家就会很积极的去完成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工作每一个镜头 然后我觉得 一点 朱石就是 朱石是认真的一个好演员 你都很认真 我们都很认真 嗯 都很认真 哦哦 被二维谷歌掌 谢谢啊 谢谢啊 这部剧啊 这部剧的角色跟你 之前别的剧 呃 的角色有什么 特别大的不同 然后 这部剧的角色有没有什么挑战 嗯 我觉得 这部剧的角色 李逆她觉得 我觉得她对我来说 最大一个朋友 她是一个 她是一个有有有有有 她有很多她能 她是一个分很多阶段的一个人 就比如说 我从 从 最开始的一个阶段 我到第二个阶段 我是不能剧透 我到第三个阶段 我到第四个阶段 我到第四个阶段 好像一共我有四个阶段 所以 她每一个阶段所经历的事件 和所遭遇的事情 包括她的感情 亲情 友情和 她的价值观 世界观 和她的格局 都是有很大的变化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 比较有有点难度的 因为她不止单单 只是性格变得那么简单 她的眼界 她的所有的感受力和表达力和情绪 都要随之阶段去发生明显的改变 是很有层次 对 对 期待 期待 谢谢 我相信现在的弹幕 大家肯定也都在说期待 那梁天老师呢 这次我觉得崔玲这个角色 跟 就我第一次读到这个剧本的 看了第一个 看这个乐园剧本的第一感受 我也是觉得这两个人 他们的成长线 和他们所经历的很多东西 是非常 虽然有很大的差别 比如四周的人 经历了具体的事件 但两个人的心目的一场就是非常像 在两条不同的轨道上去跑 但最终 跑到了一起 对 是觉得这种成长 包括这种内心的变化 两人都很像 而且 为什么大家 就说这个心 就是可能大家给一个所谓的 名称吧 说双墙 但是在我看来 其实就是两个人 都是对于 我说对于国家 包括其实对于情感 我觉得两个人都是非常纯粹 而且非常执着的人 两个很像的 齐逢对手 齐逢对手 就和大家安利一下这个剧吧 安利一下乐游园 但是我们提高一下难度 在安利乐游园的同时呢 不提到你我他三个字 不能说你我他 这个好 那我来吧 乐游这部剧是 一部一群 你我他对吧 一部一群人怀着 世子之心的有志青年 然后为国家大义品声而出 清除乱党 维护国家治安 国泰民安 然后他是有 这部剧里面的亲情 兄弟情 爱情 都是两个人 绝对不让大家失望 大家期待一下 哇 你说太好了 文采真好 而且一个字都没有提到 你我他 安利乐游园 凯哥说太好了 那我说 我就从他说的那个特别利益 我们剧的一种很忠心的利益 我说一下那个从看故事情绪 能get到的一些东西吧 我觉得我们乐游园这部剧 是可以让大家能看到 有甜的部分是特别甜 然后虐的部分呢 也特别虐 就会看得又哭又笑 有点玄虐 有点玄虐 好看 可以啊你们俩 一个上浪的都没有 全都没有说到 大家多多关注 我们乐游园